五日一開盤 臺股大盤下跌兩點 指數隨即上衝進百點 看似回穩 事實上昂花一現 盤中甚至一度由紅翻黑 大盤震盪 顯然陰霾未除 因為國際利空齊發 美國聯準會陰聲嘹亮 升息立場堅定 已經讓上週臺股指數大跌超過4% 另外外資也大幅賣超 上攻 壓力沉重 反彈到一萬五千四百多點 這一波的反彈幅度 拉回修正已經差不多二分之一左右 我覺得現階段 台股先求止跌了 另一面隨著美中科技站 煙銷再起 美國政府祭出新一波晶片戰 出手限制高階AI晶片銷往中國 台系供應鏈也同步打冷戰 金元龍頭台積電 先遣除了承受外資賣壓 現在又加了晶片利空 一早以485元平盤開出 盤中股價持續震盪 連帶影響半導體類股 五日盤中也是綠油油一片 連點以40.5元開出後 盤中一度下挫近3% 來到39.25元 連勇也一路開低走低跌幅 一度下跌11元來到247元 專家也分析 美中晶片站若持續開打 半導體產業肯定只能逆風前行 近期那麼美國對於中國 在半導體的整體的管控 以及全面封鎖的一個力道 那麼是持續的一個加強 那這個都顯示了未來在中國本土 那麼在半導體業的技術的一個發展上 那麼將會面臨比較大的一些阻礙 美中今天站在一起 電子全職股恐怕難稱大局 再加上中秋節將至過去都有變盤說影響 預期觀望氣氛只會越來越濃厚 歡迎新聞 江柏惟 江柏惟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 YouTube 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機械掌握全球時事根最新驅使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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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